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明星对脸生徒 王一博素颜抗打 肖战五官精致 刘诗诗状态一决 直到看到时装周上顶流肖战和王一博的对脸生徒 大家才意识到 原来外媒镜头下明星对脸生徒那么真实 王一博26岁 爆童帽造型 轻松拿捏时尚松弛感 外媒生徒下的他 完全素颜皮肤细腻到没有痘痘和黑头 这生徒状态实在强大 同样的巴黎时装周 看到了王一博不同的价值展现 是巴黎大秀参观 却又不只是简单观看 方才相耐而加的靓仔 爆童礼帽一代 突然转变风格潮流运动裤盖 是超级手穿 却又不只是超级手穿 超级日常操作 多套司空剑冠 本次高级手工坊首次国内展现 是代言官宣 却又不只是代言官宣 时尚博主出动 宣传一气呵成 真的是忍不住感叹 王一博的巨星牌面 商业价值认证和代言认证 街机走的是VIP通道 主目市区等等各个地区带动词条 同Caroline女士老友交谈问好 同Lekos品牌CEO握手社交 Lekos指出 王一博是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年轻艺人之一 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引领潮流 多元时尚 王一博的出现与加入 是品牌与艺人的双向契责 是品牌理念与个人风格的相互契合 是王一博时尚表现力的展示和商业价值的认证 他的巴黎时装周之旅 价值无限 王一博是内娱年轻艺人素颜出席活动最多的艺人之一 五官精致 长相高级的人就是素颜也是帅出天际 长相是他最不起眼的优点之一 他的人品三观人格魅力商业价值那是内娱断层的存在 喜欢他的人都是非常有眼光的 肖战32岁 米兰时装周上的两套造型 一套松弛 一套性感 这若隐若现的肌肉线条分分钟想让人尖叫 对脸生土里的他 脸部线条流畅 五官精致 状态好到爆棚 不愧是登上世界趋势第一的男人呢 肖战在米兰时装周真的是杀疯了 整个米兰 整个世界都在为他疯狂 他在哪顶级星光就在哪 是温润如雨 是狂也不羁 肖战出去每次都能给内娱长脸 做最好的位置 有最好的保镖配置 有最受瞩目的光彩 真的很争气 很多喜欢肖战的人都说 我本来是不追星也不关注娱乐圈的 就是因为肖战才入了坑 喜欢他的真诚而不敷衍 沉静而不浮躁 文艺且浪漫 43岁的蔡依林 对脸生徒里虽然带着岁月的痕迹 但十分真实 自然 作为华伦天奴全球代言人 蔡依林一袭黑色羽毛短裙 微甜又不失性感 微微卷起的长发 小野猫妆容增添几分 小可爱 还得是天后出马 任何风格在他身上都能完美驾驭 气场UP 26岁的孙谦 全黑look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对脸生徒里的他带着一点黑眼圈 看来到了巴黎 没有休息好呢 孙谦一身2024春夏系列黑裙亮相 随性的黑色卷发 搭配勾勒出身材曲线的修身连衣裙 优雅之中透露着小性感 美帝毫不费力 刘诗诗36岁 蓝调上衣与淡彩一片是半身裙 清冷优雅 对脸生徒里的他面色红润 气色饱满 状态愈发好了 刘诗诗身穿2024SS套装亮相品牌大秀 论清冷美人天花板还得看刘诗诗 作为Georgio Armani 亚洲唯一品牌官方邀请女星 刘诗诗的牌面从来不缺席 秀还没开场 热搜就已经上了 更有意思的是 品牌要首发造型高清图 以及现场图 IP意大利 咱就是说这种提前准备好的待遇 足以看出刘诗诗真的是next level 男爱豆突然承认隐婚生子 曾是乐华男团 与王一博是队友 男星金盛铸鱼二日在社媒上承认自己已经结婚生子 他在公布的长文中称 最近虽然想尽快向一直支持我的粉丝们传达消息 但是因为情况比较谨慎 所以没能告诉大家 虽然晚了 但也想坦诚地告诉大家 今后我将作为诚实的爸爸和丈夫和宝贵的家人一起在以后的日子里美好的走下去 同时 他也在国内传达了已经结婚生子的消息 金盛铸育有一子的消息最早曝光于上个月 他在生日直播当天街道播放了队友 李问汉的语音消息 没想到却听见了你儿子现在都没睡觉吗 快来让叔叔抱抱 金盛铸瞬间变脸 慌忙地停止了播放 之后便有金盛铸引婚生子的消息传出 甚至还被扒出网友早就爆料他已经结婚 妻子疑似是一名中国影业文化的CAO 不过金盛铸始终对这些都没有正面回应 因为金盛铸的知名度并不高 所以渐渐也就没了热度 金盛铸早前作为乐华中韩跨国男团UNIQ的议员 在2014年在韩国正式出道 因为曾在YG秘密训练了几年 所以很有实力 出道后虽然在国内没什么水花 但是在海外很受欢迎 就在越来越有人气的时候 正值组合上升期的UNIQ 因为一些原因终止了活动 无法继续组合活动的成员们各奔东西 于是就出现了现在大名鼎鼎的王一博 曹成衍以及在内渔活动的 李问汉和周一轩 金盛铸在回到韩国后出演过几部剧的配角 之后就没什么作品 只见货在国内出席活动 虽然事业平平淡淡 但如今他也30岁了 想组建家庭 结婚生子也是人之常情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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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